全世界都在暗示苗苗要提防郑凯 只有苗苗知道自己有多清醒 在一档夫妻综艺中 嘉宾们正聚在一起闲聊 苗苗突然说到郑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这时嘉宾们一脸难以置信 苗苗甚至还说自己从不会看老公的手机 因为郑凯给了他足够的安全感 他也十分的信任老公 苗苗话音刚落 嘉宾们脸上都露出了质疑的微笑 毕竟有着夜店小王子的称号 郑凯早些年的花边新闻可是人尽皆知 会完也成了他身上固有的标签 这些苗苗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当年在郑凯追求苗苗时 苗苗才会担心自己会受伤 可俩人结婚后 郑凯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他确实能给苗苗带来安全感 2022年 郑凯带着老婆孩子搬进了上海的新家 随即一起的还有苗苗的妹妹 他跟姐姐有着一样的爱好喜欢跳舞 平时喜欢发一些跳舞的视频 刚开始网友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然而当他穿着露旗装出现在姐夫家时 却遭到了网友们的指责 当苗苗还没来得及回应此事时 郑凯立马站出来为小姨子撑腰 直言自己跟苗苗结婚后 就一直跟岳父岳母同住 把他当亲妹妹看待 所以根本没必要注意这些细节 这波回答堪称满分 事实上郑凯确实做到了 敢跟岳父岳母一起居住 郑凯确实给足了苗苗安全感 如果向太早点认识苗苗 可能现在向家的儿媳妇就是她了 当年向太在综艺上对郭碧婷一见钟情 因为郭碧婷喜欢养小动物 向太认为喜欢田园生活的女孩都很单纯 所以才会极力撮合她和向左 但其实苗苗也是这种类型的女孩 要是四年前苗苗参加了这档综艺 可能后来根本就轮不上郑凯 同样都是向往田园生活 与郭碧婷爱好小动物不一样 苗苗则把心思都放在了种菜上 结婚后苗苗很少出去工作 平时在家除了照顾两个孩子 苗苗经常会拍Vlog记录生活 她不炫富 不比美 不带火 只是单纯地记录简单的生活 此番举动为郑凯转足了观众园 在上海明明住着大别墅 苗苗却把她改造成一个小菜园 各种各样的蔬菜应有尽有 即便弄得满地泥土也乐此不平 为了让菜苗茁壮成长 苗苗有时候凌晨起床翻种 甚至为了赶在阳光好的时候种植 硬生生把自己晒成了高原火 苗苗还会用孩子的童子妙胶材 看来确实是经验丰富啊 苗苗这种不争不巧的信仰 确实成了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在老婆的影响下 郑凯似乎像是换了一个人 除了工作就是回家陪伴老婆孩子 完全就是一个好男人的典范 俩人凭借甜蜜的Vlog 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为了不让偶像塌房 网友纷纷喊话 郑凯赶紧给老婆补办婚礼 毕竟娱乐圈有太多的前车之鉴 注意看 苗苗因怀孕体重疯涨 情绪崩溃 随后郑凯暖心安慰 并贴心擦掉眼泪 自从苗苗怀上二胎后 经常控制不住的情绪崩溃 因害怕生孩子身材走样 苗苗一直坚持锻炼 由于肚子在不停地长大 稍微锻炼一会就疲惫不堪 感觉无奈的苗苗躺在地上崩溃大哭 并向老公不停地吐槽怀孕的艰辛 郑凯立马满心安慰 并得老婆下单了蔬菜值 虽然婚后郑凯化身24校好男人 苗苗也在短短几年内生下一二一米 但俩人始终没有举行婚礼 后来还一起参加录制妻子的浪漫旅行 苗苗也因为娇弱 依赖性强的性格被网友吐槽 或许这正是她能被郑凯宠爱的原因 毕竟郑凯的前女友可是性格独立的程晓月 当初俩人恋爱时 程晓月不仅不依赖男友 甚至还会干预郑凯的工作 当年郑凯或许是为了宣传新戏制造热度 她的工作室便伪造出一份跟妈妈的聊天截图 随后各大通稿都在写 郑凯即将与程晓月结婚的消息 毫不知情的程晓月忍无可忍 直接公开指责郑凯工作室 称他们的举动不尊重人 最后郑凯也出面道歉 随着这件事的落下帷幕 郑凯也程晓月的感情也结束 后来郑凯遇上了温柔娇弱的苗苗 面对妻子的依赖 郑凯也毫不吝啬 将全部的温柔和爱都给了她